哈啰,大家好,我是蓝夏的台中病店 其实这一次是我 算是第一次做手术吧 所以我就想特别记录下来 我现在的情况是 刚刚就是做完那个手术 然后等下准备出院 就在这里可以想一下 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为什么会惊人 其实我7月15号的时候 我去我班有那个月亮园团圆的 那个刑格发布会 其实那天完全没有任何症状 然后我也在台上唱歌啊 调我没有任何事情 可是就是在MV发布的那一天 就是7月16号 我早上就开始丢掉肚子很痛 在当天的晚上吧 就是大概六七点傍晚 因为真的是 越来越痛了他的疼痛感 所以那时候就和朋友一起去看了诊所 然后那个时候 医生也没有查到是什么问题 他就觉得可能是普通的那种 吃错东西 然后就没有想象多了 然后医生只是给一点止痛药 然后可是呢 到了晚上的时候 我觉得很难忍 因为他那个肚子真的很痛 他是痛但是又没有变 就是晚上我是根本就睡不着 我是痛醒了 就是我是已经睡觉了的 然后我半夜的时候突然伤害 哇真的很痛 然后我就一直沾传难眠 几乎没有睡到 然后呢 因为真的太痛苦了 所以第二天的时候 就是7月17号的时候 我又再去看医生 然后这一次我就跟医生讲 我想要去做那个扫描 所以那时候我就做了超声波扫描 过后医生就说他和正常的那个肾脏有点不一样 感觉有点异物 然后我问那个医生的医生 到底是不是肾脚石 因为我以前 在去年 应该没有记住去年的时候 我的那个 右边的肾脏 发现肾脚石 那个时候也是很痛苦 所以我怀疑是不是 左边的肾脏又出问题 但是医生不能保证 他就说 只能 证明说他是有一点异物在那边 然后呢 他就帮我写了一个信 就是把我的情况 告诉医生 附上了那个超声波的图 旁边我去医院的时候 就可以更快的诊断 所以我也没有耽误 其实我马上的第二天 就是发病的 因为发病的一二三 第三天 就马上去了三位 OK 我这里也觉得我想分享一个资讯给大家 很重要 我以为肾脚石去找肾脏科 很common sense 我当下没有想这样做 我觉得肾脚石就是去肾脏科 结果去了三位过后 才发现到原来分解石 他其实应该找是泌尿科 因为加上我的这个肾脏的那个 结石已经掉去那个尿管了 所以其实应该去找泌尿科处理 所以他又帮我推荐去给另外一个医生 但是他还是当晚帮我安排了那个 CT扫描 就可以更详细的去查到我肾脏 到底长了什么东西 然后我又去做了那个CT扫描 做了CT扫描过后 三位的那个报告呢 其实是电子档的 我做完了那个CT扫描 然后我就回家 然后就等待那个Apps 然后呢就看到我的CT报告 然后这里也分享一个小小的一个资讯 我建议大家哦 就是这个CT扫描报告 一定要马上截图下来 因为我不明白为什么 三位的那个报告呢 它的链接哦 它就是那个Apps里面 它有提供我的CT报告的链接 它是写15分钟过后就会失效 我每点一次15分钟过后就失效 然后呢 结果到了隔天 是那个链接是完全打不开的 就是完全那个链接我怎么打开 它都是失效了的 所以幸好我当下的时候 因为为了方便给我的朋友看 方便给我的家人看 因为我发现它的链接是15分钟 就失效嘛 这样很难分享给朋友 所以我就一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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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截图 然后也把那个 所有的图片整理成一个PDF 就是它的报告怎么整理起来 然后这个真的是有绑到我哦 隔天的时候我要去三位 就是进院去做这个手术的时候 发现到那个三位的那个医生 推荐的那个医生又不得空 因为他当天那个手术排得很满 所以我又马上去就是上网去找 有没有一些医院有做这个手术的 所以最后呢我们又找到了这个同山医院 OK 同山医院 下午的时候呢大概1点多的时候 2点多的时候就到我了 然后医生原本要重新帮我做那个CT扫文 然后呢幸好 我当下其实已经开不到三位给我的那个CT报告了 为什么它的链接就是一天内就失效了 幸好我有保存到那个截图 所以呢我就省去了那个重新做CT扫文 然后医生就叫我去 呃 动这个手术 因为我的那个肾结石啊 也这里简单的科普一下就是 这是医生讲的啦 就是症结石其实只要超过5mm以上 他就有点危险了 如果你是在4mm 3mm 2mm 1mm 的话 其实他是有机会是可以自行排除的 所以如果是小于这个的话 医生是不一定要你做手术的 你可以可能多喝水啊 他自己会流出来 但是我的情况是那个CT报告一出来 我有一些其中一粒已经是7mm了 所以7mm的情况下 你就一定要动手术 打出来会比较安全 因为他那个尿管 没有记错的话 医生就说他只有5mm 所以在你的尿管只有5mm的情况下 那个截石7mm 他一定会卡住的他忍下来 所以没有办法 我就去呃 做手术了 然后我其实还又在分享 我一辈子的很难忘的经历 我第一次做这么大的手术 小时候我只是跌倒啊 做简单的风格手术 我觉得那个是属于非常小的手术 这么大型的手术 我是第一次做的 他是需要全身麻醉的 所以全身麻醉 我一听到我就觉得很恐怖了 因为我不懂了 我还上网去查一下 什么是全身麻醉 然后就有人形容的很恐怖 他就讲 你完全没有任何知觉 你好像死掉一样 然后也有一些网民视线 其实全身麻醉还是有风险的 什么风险 就是你还没有麻醉完 你可以感觉到那个痛 可是你又不能动 然后你又不能讲话 然后你只能眼睁睁 看着他们动手术 或者是你看不到 你只能听到 就是听到医生一直在讲话 然后你感觉到你的气管 给人家搬来搬去 搬来搬去 然后很痛 但是你什么都做不了 就是网络上还有蛮多这种案例的 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全身麻醉 但是没有麻醉 完成功的案例 我就很怕这种情况 发生在我身上 我就一直很紧张很紧张很紧张 一开始他是跟我讲 5点安排手术 后改成7点 然后7点了 我下了去 过后其实也还在做另外一个手术 所以到我的时候 已经接近9点了 就是接近9点 我才做个手术 你可以想象 那个等待的过程 是很煎熬的 然后全身麻醉的情况下 医生是跟我讲说 我要呼吸 他说这个呼吸 大概三分钟内我就会入水 然后呢 当下我还觉得 为什么这个全身麻醉没有效的 因为我呼了不后 我感觉到没有任何的那个倦益 然后就是吸了大概三四口 我完全没有任何的倦益 然后我还睁开眼睛 我已经就是看这医生 我就很怀疑 是剂量不够吗 因为我以为是那种 作戏 那种就是 就是那种什么迷药 他会好像慢慢的晕过去 我没有感觉 我这零感觉 我吸了很多口 我都完全没有任何晕的感觉 然后呢 我就想说 啊没关系 我就闭下眼 然后可能还会睡着 结果我一闭下眼 一张他眼睛 我感觉我只是闭了大概五秒钟吧 然后呢 我就很想小便 我就跟医生说 跟护士说 Sanna更近 Sanna更近 然后呢 然后护士就说 这个是很正常的 因为他在插着尿管 他就说你已经收拾完成了 然后我就吓到 我就心想啊 我刚刚只是闭眼睛而已耶 只是闭了一个五秒而已 我就没有睡到 我没有牵液 为什么手术就完成呢 我就想到 原来那个药效是这么恐怖的 对我来讲非常有效啦 我觉得 就是真的是闭眼睛 然后完全没有意识 然后我上网就有看了很多 全身马醉的案例 他们讲可能是你没有记忆而已 就是他们说 全身马醉 他可能会让你 失去了短暂性的 就是做手术的记忆 所以可能 可能当下是我有慢慢累 慢慢睡着 但是 我脑袋总是完全没有这个记忆 我就觉得蛮生气 至少这一点 我觉得全身马醉 就是对我个人很有效 我不用去经历那个痛苦 痛苦的地方 是在于 我很想小便 我的那个尿液 就感觉像忍了三天 没有小便 然后那个医生 护士就说 是因为插了尿管 会让你不舒服 其实你是没有尿的 只是他会让你这种不舒服的感觉 他不是那种脚痛 他就是尿液很严重的那种不舒服 持续很久 这个其实也是 蛮痛苦的一件事情 做完手术过后 大概是十点水点 然后我就一直没有睡 直到三点多 然后我就睡到五点 三点多 我在入眠 因为我真的是不能睡 就是 他不是痛 他就是很想小便 但是 其实又没有变的那种感觉 因为我插着一个尿管 然后五点多的时候 护士才来拔掉我的那个 酥尿管 拔了过后 我以为会很舒服 确实没有这样 OK 我的舒服是他没有异物感的 就是我没有这么浓烈想小便的感觉 降低了很多 但是 我才发现 原来我已经不能小便了 就是我现在就是 小便很痛很痛很痛 好像每小一滴便就是 就是 你那里被人家割一倒的感觉 尿管用刀划一倒的感觉很痛 所以我在那小便的时候 我是一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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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血色 血色 没有一点黄色 它就是非常线红色 都是血 所以可能是那个伤口还没有好 造成的 然后呢 呃 刚刚我又去做了X框 OK 医生要最后做这个 X框 确定我的这个肾脏 还有没有什么大问题 我里面的身体其实也还有个尿管 之后我还要去 医生说还要 预约一天来拆掉那个尿管 所以那个时候可能我又要经历 今天的痛苦 所以其实我蛮 唉 幸有余悸的 就是我还是觉得蛮痛苦的 影片的最后我也分享一下 就是圣结石的看法 其实圣结石如果你们上网查的话 呃 医学有分十级疼痛 九级疼痛是生孩子 八级就是圣结石 所以你可以想象圣结石是真的很痛 他的那种痛是 呃 你忍不到的 首先你无法想象 第二你是忍无可忍的 忍无可忍到你身体是想卷着 想要打滚的 呃 他可能就是突然间有那一刻半小时 你非常痛 突然间他又缓和了一下子 然后又再来 可能是因为他的身体是一直在 那个肾的不同位置 可能漂浮不定 所以他刚好卡到某个地方的时候 就特别痛 然后成因呢 呃有很多啦 包括就是最普遍的讲法 就是少喝水 少喝水是注意的 第二可能就是常喝甜食 包括咖啡 第三就是吃很多油腻的食物 所以这三个原因 会造成我们肾结石 会有肾结石的最主要的原因啦 所以我觉得 相信经过这次的教训 我觉得我会多喝一点白胆雪儿 然后 其实我少喝的原因是因为 我有严重的尿品 但是没有办法 那我宁愿尿品也不要再进医院了 所以希望大家看完了这个影片 可以的了解到就是 肾结石到底是怎么产生 然后肾结石会经历什么样的痛苦 然后肾结石 会就是经历整个经验的过程 经验分享给大家 然后希望大家身体健康 呃 不希望有人经历像我这样子的痛苦 然后也希望我可以早日康复 可以创作更多更好听的作品 给大家 谢谢所有关心我的人 祝你们身体健康 拜拜